军事迷台湾西南空域粉丝专页披露 2月23号 中共军机先后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及北部空域 根据台湾空军广播驱离的超见 中共军机甚至以300米的高度低空飞过 不过台湾国防部并未证实这项消息 意义上大于所谓的军事威胁 中共要营造一种国际上的一种认知 他们有绝对的把握去掌控台海之间的军事上的一个互动 台湾军事专家李正修认为 中共军机大规模绕台 再向国际社会传达太有能力阻挡美国、日本干预台海问题 美国媒体ROCAL 周二引述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学者梅惠林说 随着中共军力不断增强 美国协助台湾抵挡入侵的能力 变得脆弱 梅惠林还说 有中共军方领导人告诉他 尽管一些西方分析家预测 中共需要五年或更长时间 才有能力攻打台湾 但他们相信习近平得出结论 中共军方将有能力在一两年之内占领和夺取台湾 他以军事方面的准备跟中共高层的这样的心态 他来预判这两年确实是台海危机 最可能会发生的时间点 那他的理由是美国在东亚的军事部署 比不上解放军在台海的快速增长 所以他认为会让习近平有投机心态 你既然美国的实力在消弱 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快速地用武力让台湾屈服 梅惠林上周四透过视讯会议 向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听证会做上述陈述 不过他也补充 习近平很可能再等待适当时机 梅惠林和其他专家建议 拜登政府应该帮助台湾与国际社会接轨 也应借助其他盟友的力量 让北京知道 如果武统台湾将付出沉重代价 新唐人记者林岑欣 刘芳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